開台啦 開台啦 要看這歌 聽到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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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有問題嗎? 聽到嗎? 有位兄弟說今天不中六合彩就馬上斬自己巨龍 不用去到這麼盡力 這些神經病 聽到嗎? 有些朋友說今天已經打定辭職信 就是說這些神經病 什麼辭職信 辭職信內容寫什麼 Winmark 6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winmark 6 然後就說什麼 5x do you 然後就說什麼 Do you all buy 類似是寫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真的夠薑 立刻一記 在背水之前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 如果沒有做足這些決心 你根本不會中六合彩 但當然這些神經病 我極度反對你們這樣做 你怎麼看 我告訴你 通常現在這些大駐馬的六合彩 通常開出來的號碼 肯定是很奇怪 連著 沒有什麼 你覺得概率很低 例如什麼 21 22 24 26 28 最多有一個就是什麼 31 類似的 這樣 通常特別奇怪 不會很正常 說分都很散 或者怎樣 現在是開了幾個號碼 沒有 有沒有告訴我 19 幾號 11 21 31 30 21 16 19 33 特別號碼 中了 有些人說已經中了 恭喜你 這麼多人中 每個人都在爭著 中了 中了你們會怎樣做 有些人說一億 在香港很快就洗完 洗完又怎樣 買幾棟樓都夠 今天也有關六合彩的新聞很多 什麼中了 不過張飛是上一期 有個朋友說電腦飛中了 我有傳聞說電腦飛一定不會中 我有聽過江湖傳聞 這些傳聞先戴上頭盔 以上的內容都是沒有 以我接下來說那些江湖傳聞 都是未經證實的 有些人就說電腦飛 就說什麼 人家已經入好program 記錄了 已經收好全部的數據 電腦飛一定沒有可能中 他就會避開 你買電腦飛的弱智 我聽別人這樣說 有些人 我聽過N年前有阿伯說 中六合彩的經驗是怎樣 我首先要買一張電腦飛 然後在電腦飛是加加減減的 因為他要計算是不差還是怎樣 這樣就可以突破到盲點 而中六合彩的頭獎 打個比喻是怎樣 例如電腦飛和你搜尋了 搜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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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號 這樣你就要猜 不如我加大三個號碼 你買24號 類似這樣 他就這樣加加減減在中 中 他又說這個阿伯不知道中過一次頭獎 還是幾次二獎 你怎麼看 這個阿伯就是之前 不知有任何報紙 他自己說他的經驗 不知記者訪問他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其實我也不知道記者怎麼聯絡 這個阿伯 他說我知道你中過什麼 難道是燈尋人啟示 上幾次中六合彩阿伯 請你出來 我有些問題想問你 要問你怎麼中六合彩心得 另一個很有名的人 就說梁思浩中過幾次六合彩頭獎 不知真還是假 我又不敢肯定 梁思浩好像有自己說過 他說他中過很多次 不記得 然後 2011年 還是不知幾年 記得有一個南亞裔 不記得是巴基斯坦還是印度籍的男子 在香港中過六合彩 不知是幾千 我記得有幾千 很大獎 然後有些人遙傳 江湖傳聞 就說他被人堆壞了 一中六合彩被人謀財害的命 輸了整個身家 有些就說回印度 馬上被人堆壞 分身家還是怎樣 後來今天報紙報就說錯了 這些是亂說老作的新聞 大家繼續葡萄他 他說他現在已經買了幾個單位 現在開了印度餐廳 也提早結婚 因為有錢 有錢有樓 終於可以安心結婚 輕輕鬆鬆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個人是叫阿星 沒錯 報紙好像是他 叫阿星 那些人就說阿星死了 什麼中六合彩不是好事 開開心心 咳咳咳 那麼多年來 他說中最多六合彩頭獎 在中環 有一條街 不知道是單尼市街 還是什麼野街 他說那間馬會頭駐站 中最多 不知道是中了 三百次 歷年來 對不對 這些數據不知道是誰說的 我不知道是馬會自己公開還是怎樣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這些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好客觀第三方說 除非那些全部叫所有 叫龍珠 召集所有 那些中六合彩頭獎的人 出來說 喂 你在哪裡買啊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才行 因為這些是馬會自己說的 所以你又 是不是真的可信呢 他自己有去說的 對吧 我不肯定 這些好像是馬會自己的數據 不知道是報紙報 報紙沒有說是馬會自己公開的數字 我沒有說 是叫史丹尼街 我不知道 之後還有一些傳聞 就說 如果你中了頭獎 通常那個人就會叫你 麻煩你馬上打電話來登記 有些人就說 如果你忘記登記 是不是馬上玩完 就馬上說 當你 無路歹 頭獎跟你拆身而過 我說不是 六合彩 六十天內有效 就算你沒有打電話也沒有問題 但是呢 就 他說要做多少少少手續 這樣 對吧 這個 現在已經叫什麼 頭胎圈 這個 頭胎圈 你可以這樣說 改寫你一生 你可以這樣說 立刻脫胎援骨 飛線 金蟬脫學拳 怎麼叫頭胎 好像是 說得不太老禮 賣鹹鴨蛋 什麼 刺馬筋 這些 進化券 應該是這樣 好像你玩什麼 手機遊戲 什麼 究極進化 有什麼素材 看一張六合彩 頭獎飛 一拍下去 你就立刻 究極進化 做什麼都行 攻擊力 防禦力 什麼都 魅力 要什麼有什麼 說真的 這些人不用說 對吧 好 又不是說什麼 分開六張票 全中了 所以 有些人會 瘋起來的大豬 有些人會買貴一點 買幾百塊 買八個號碼 十個號碼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 鬼佬呢 有個 鬼佬的回力球 好 是 有機會 瘋 神經病 做得這麼厲害 可以不進 神經病 鬼佬的回力球 可能是說幾億 但是 人家在玩美金 有些瘋子 就 扔多少百萬 去買 或者多少十萬 去買 三分之一的號碼 或者買一半號碼 去搏一局 你知道嗎 賭博麥士奴 覺得這樣 有機會 覺得這樣可以戰勝 然後就買一半號碼 是中的 這個戰略是 他說什麼 當時很緊張 這個已經是十幾年前 可能有二十年前的新聞 他說什麼 當時很緊張 研究了幾多期 說什麼 有些號碼 差不多大半年都沒有開 他們就不買這個號碼 還有他說是有一個風險 他說什麼 如果頭獎多 不知道多少注重 他覺得這幾百萬 就會試本 在綠合彩歷年來 他最厲害的頭獎 試過十一注重 每人分得過十幾萬 他說是 是 即是 就是中了 你想想十幾萬 做什麼 差聲 真的 這些真的差聲 用完 幾百萬 你就加少少錢 借錢 買一棟 收租 都叫做 開心 在香港有樓 就是 說是 香港人分階級 只有兩個階級 就是有樓 沒有樓 這兩個階級 好像那些什麼軟前 第一 就是蒙古人 第二 是色穆人 第三 是漢人 第四 是男人 是不是 跟封建社會一樣 其實現在香港的社會 對嗎 你知不知道 地主說是 現在也是一樣的 地主說是 以前封建社會也是這樣 什麼豬猴 豬猴 一塊地 就會分封了豬猴 當然是他 對嗎 喜歡怎麼樣 現在也是一樣 地主 地主最高 他是要什麼 你所有錢都是給他 就是進供給他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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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好像我講過,你有樓那些你就玩完了 有鋪位,你已經是屈肌了 下半身不用,一鋪養三代 有沒有聽過這些東西,是比有樓的強勁 有樓廚,你也是有機會不小心,有什麼差池也糟糕 但是鋪位不同,鋪位是什麼一鋪養三代,屈肌 尖沙咀有什麼地舖,我告訴你,那個月租是十幾皮一個月 整家打工都不夠,他在那裡硬硬 他剩下十幾皮,每個月用兩三皮,然後又存一筆錢 又買另一個舖位,如此類都不斷滾下去 他的子孫已經變成億萬富豪 你的子孫不斷幫他成為億萬富豪 我不是奇子,就是他的奴隸,怎麼看 他說明天早點上班 開了沒有,現在幾號號碼 隨便說吧 如果我一中,我現在馬上識記 你會看到我,bye,我會說愛環遊世界了,再見 你怎麼看 一鋪養三代,你說什麼鬼 好,來吧 有沒有機會 哇,這樣鏟過來,像馬筋,幸好 像馬筋 喂 好,拿到一個球 還有沒有機會,Oscar 想貪過去,可惜還是差一點 好 剛剛藍一藍就看到什麼11,16,21,30,33 你看這些號碼也是這樣 什麼11又是差不多 什麼11,16,21 又是這樣的,你會看到 怎麼會這麼奇怪,全部111 頭長多少注重呀 其實馬會根本立即知道有什麼,立即說吧 裝什麼東西要統計,根本他有數字 然後一刀下去 多少人中頭長立即知道,他會不知道 不用準備錢 是吧 可不可以立即去一間分店,我就是在分店裡 威風給旁邊的那些 那些買馬,買六合賽的人 我中頭長的,在那裡 我建議馬會分店要製造那些酒吧 那些中,然後被人 厲害 英雄主人在那裡 在那裡 中,各位不用再買了 我中了六合彩,這一彎是我的 說真的 有些人說什麼六合彩呢 一中之後旁邊會有很多什麼慈善機構 立即會說什麼 捐錢啊 多多益善啊 我都會捐,但我建議就會在 我如果在馬會分店拿,我就立即在那裡拿 好像酒吧 大家想吃牛雜的什麼東西 我請立即叫披薩 我告訴你 漂亮啊 有沒有機會啊 我認識的 還有沒有 智爺姐擠上去 成龍想再給 我認識的 哇,神經病 不斷撐 智爺姐 成龍吸得漂亮啊 去到禁區邊了 會不會上去 哇,這彎扭得漂亮啊 可惜啊 他說他怎知道你中,他有數據啊 我意思他現在公佈 好了,他現在搞豬結果了 那個小姐說完之後他就說 今天他通常不會馬上說頭長多少個主族 就要等新聞報導才肯說 通常是這樣 我最記得幾年前有一次開台有些人說綠合彩什麼豬自轉 那時候我還沒看過 哈哈 他說有些人說什麼 他說為什麼奇怪 那個豬都還沒跌到電腦 為什麼會自己會轉呢 我那時候也在說什麼 亂說24哪有可能的違反物理還是什麼 然後有人立刻在Youtube 後來事後 不知道哪位兄弟設了連結給我 我看過真的有 沒有騙你 我看完就立刻 吃驚 嚇了我神經病 究竟什麼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樣 好 你記不記得一同生一馬 就是我們在玩什麼單相和搖去地下賭場 然後那顆色 不知道有些 有些機器還是什麼東西 在刺一支針 有些鐵枝 刺來刺去 在自己 可以搖控還是什麼東西 差不多 好 Oscar 上去 唉 可惜 哈哈 你怎麼看 好 好 總之就是這樣 然後就 歷年歷最厲害 一注 中 好像是九千萬 有一個人中了九千萬 歷年歷其餘哪些人中六合彩都沒有人知道 只有那個 阿勝 是有認的 即是夠膽出來認 中國人通常很害怕 才不可露眼 怕被人飆心 通常 隱藏自己的身份 但其實如果你有心飆心 假設有些人有 我懷疑可以這樣 他是不是一定要去馬會總部拿錢 他立即在馬會總部看到 為什麼有一個人來平民 你報好我 你記下了 明明這個人不是在這裏上班 假設有些綁匪 就在馬會總部 CAM 這傢伙很奇怪 剛剛開完六合彩沒時間 第二天就走來 從來沒見過這個人的樣子 生年後 都會馬上飆心 說真的 馬上老套他 啊 他就看你的樣子 就知道你中六合彩 好人好者 走進馬會總部 古古怪怪 馬上飆心 都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你認為最安全是怎樣 現在一次你中了六合彩 你那張票應該怎麼做 如果有人偷了你那張票立即拿錢 可不可以跟馬會說不是 我記得在哪裏買 有沒有這樣打官司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好 我認為六合彩 最好的是你立即 好 進吧 多怕這樣又不進 GO GO 我建議如果你覺得你自己那期必中 你就在馬會總部門口 CAM 即是買完那期 你就躲在裡面 躲在裡面 然後第二天就立即在馬會總部 彈出來 我拿中了六合彩 然後就立即換領 這樣就肯定萬無一失 否則你在街外面 如果要過夜一天 你那張票很危險 怎麼都有機會被人不見 偷了 那張票交給你最保觀 最安全 撕爛一張 請保鏢 保鏢就立即擁抱你 保鏢 保鏢更厲害 告訴你 立即打你 變豬頭 我的主人 他中了六合彩 立即叫他吃大茶飯 我告訴你 你請保鏢才愚蠢 立即糟糕 告訴你 你覺得應該怎樣 跟警察報警 可不可以叫警察 請警察 可不可以護送我去馬會總部 因為我中了六合彩 怕不怕 可能也有事 會不會有什麼危險出現 都會有什麼可能性 可不可以 最安全是叫馬會的傢伙來我家 有沒有這樣 很害怕我不敢出門 很害怕 可不可以過來 收我的票 誰知道有個假的 收我的票 好像什麼Line 騙人 咳咳 你說 叫職員上來可不可以 啊 我是怕那些假職員 他假裝了東西 你給他那張票 他立即又拿走了 就好像Line 我講的第一期 假裝了東西 其實根本那個就不是 真的馬會職員 是沒有買貨 好 差一點點還有 紅紅蘿蔔 海子射 吸到上去 我猜到過來 來了 還有沒有機會聖龍 呼著波 嘩 後抽很瀟灑 可惜 你說這麼害怕 撕爛張票 神經病 撕爛張票 你是不是沒有機會 撕爛了張票 再黏住 將他收到不同角落 然後被人飆心 真蠢才 你以為我 這麼蠢啊 我已經收到其餘的龍珠 分散在各地 只有我會知道 怎樣怎樣的 我告訴你 或者好像監獄的囚犯 塞在自己的體內 塞在自己的屁股裡面 就會有機會 保存 那些大魔王 有些人不知道 消化不了膠囊 被人吞進口裡 即是去到馬會 撞了一拳 嘔吐在 肚子上 吐 吐 不消化的膠囊 就吐 那張票 你怎麼看 中了不好 馬上去拿 反正60天內有效 你可以這麼說的 但是你留得越久 就越危險 你炸炸 夜場夢多 馬上過壽才說 錢一天未代入自己的嘴邊 最 寢食難安 我怕你被壓力逼死 那時候已經瘋了 有錢也沒命 每天在提心跳膽 對吧 這些一定是不行的 有什麼帶了全家去 一拿錢 馬上兵分 N路走 這些人越多 我告訴你才不好 我告訴你 這些人越來越 你什麼時候見到 做大士特務 是會叫整隊人 人多 有個三姑六婆 我告訴你 我真正在做六合彩 我明天第一次去馬會總部 跟你司徒說 你馬上說 BYE 玩完 馬上又被人老了 你傻了 最好是靜雞雞 最好是一兩個親信 不像爸爸媽媽 算了 你最好 你最好 我以為你爸爸媽媽不會出賣你 這些 正正常常的 這個是最好的 我認為最多是給家人知道 一個 其他人知道也不行 已經出現了 隨時玩完 好 這一球有沒有機會 彈到過例了 可惜 我可以的 跟我去我 我就可以的 我就是 一來我是公正 嚴明 以來我就是 武功高強的確是可以的 我一眼觀察 對吧 有多少個人試過 他好像說不會給現金的 現在 就是科技發達 不會這麼愚蠢 只是給你一箱 一箱現金 你一出去被人打劫 他說恕不守你 他說拜那個鬼事 類似的 他說好像會直接 進入你戶口 現在就不會再給你一個行李 或是怎樣 你用不著自己戴 曲奇餅罐 膠袋 或是怎樣 不需要 好 大隱隱於是 我告訴你 如果他真的要逼你拿現金 我告訴你 最好大隱隱於是 捲了一些 膠紙黏在自己的身體 整個捲 是嗎 我告訴你最好的 我告訴你 你這個鬼鬼祟祟 你這個人越來鬼祟 就越有機會 糟糕了 故意走到什麼後巷 那些糟糕了 你走在 旺角中心 旺角那些大街 沒有人夠膽 一被人打劫 或是怎樣 立即被人知道 或是怎樣 類似是這樣的 好 怎樣也好 如果你們中就最好 不中就不要緊 努力上班 繼續慢慢捱女生 哈哈哈 看看下次有沒有機會讓你中 用戒款車送入你家 真還是假 神經病 沒聽過 沒有可能 戒款車 肯定不會 好 有機會 神經病 神經病 差一點 1億是10萬張 1000元 怎會是給錢 你可以要求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給空頭支票 你說現在說好啊 好啊 收了一張票 我沒有啊 何時又說要過手給你啊 蛤 我是可以要求 取消費 你去馬會分店 你平時中的馬 中的球 去馬會分店 是不是取消費 神經病 你有權 我要求要CASU 你是可以啊 沒有關係 有什麼可能 怎麼會拿一次 有些人是信不過 我信不過 我還會 但如果我是拿CASU 我還要求 要求拿一部紙外登記 照 入入入 死你這打把 神經病 是不是 是不是 二掌二十四注中 刺馬根 頭掌呢 每次開到這麼大數目 頭掌中很多注 寧願一個人讀得四五千萬算數 我沒所謂 我多人中 我中我的頭掌有幾百粒 我都心足 沒什麼所謂 我沒有要求他 我一定要讀得幾 幾千萬 沒什麼所謂 我沒有要求那麼大 幾百萬九吧 有房子收租算數 頭掌有五注中 每人分到多少錢 一億除以五 每人 二千多萬 每人都掌一掌一掌 都幾乎 樓 剛剛 差不多 好,看這球如何 總之就是這樣 綠合彩就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什麼綠合彩中的秘訣 肯定沒有 不然你也不會在這裏和我在這裏 我們也不會在這裏打機 聊天 你也不會在這裏 沒有人有世界有浮 是吧 六合彩有什麼秘訣 我也很想知道 我覺得 這裏是講運 一定是有技術 研究 什麼號碼會開好一點 馬會自己也有給你 什麼運財號碼 你去馬會的網上有什麼運財號碼 給你 什麼貼士 然後有些人問 金旗 火王 火王 不知道什麼紅色豬 類似是這樣的 那你買了一些紅色號碼就中了 很多這種中雪紛云 好 你知不知道大陸都可以買香港的綠合彩 還有很多玩法 只買什麼特別號碼 什麼東西 有這些外圍 有些外圍 我不知道有沒有正式 是吧 好像沒有 好像只有外圍 可以買香港 什麼 又是可以買什麼紅色綠色 藍色 類似的 類似的 我大陸有些親戚在這裡問我 買不買 或者是怎樣 他們在這裡核對 怕別人 亂說廿廢話 說今期開特別號碼是什麼 他們有得只買一個特別號碼 一中就不知道中一點點 類似的就不會中很多 類似的 是吧 好 好 然後他們有攻略的 你知道嗎 好白癡 他說什麼 類似的 我剛剛說的風水命理 八月不知道什麼星 或者說 開過多少旗 根據走勢 怎樣怎樣 好 他有些詩句好像推背圖那些 好白癡 黑鬼吃豆腐那些 我肯定不會買這些 我直接買香港的綠合彩 好鬼怪 對吧 用十年時間煮氣 一炮過用十年運買 沒用的 我告訴你 沒有意思 你們這些是沒有 但是 我贏了